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同学 那我们回到那个 汉语、语法、华语被动句的 第二个部分这个地方 然后 上次我们已经讲完这边 就是关于第一种句式的分析 然后呢 在汉语里头 常被动句 就是我们最常见到的典型的被动句 我们认为它其实是一个补语的结构 那也就是它并没有经过像似图这样子的一位 它必须是一个主位结构的整个结构 那所以背是整个句子的主要动词 然后呢 次要的动词呢 其实跟它的 embedded 就是这个小句子里头的主语 形成一个IP当作背的补语 然后整个东西呢 是一个位语来修饰主语 好 那 短被动的部分呢 那我们要先看它的格式 短被动的部分 它的格式跟长被动 唯一的差异呢 就在于 呃 失识论员 呃 被背影戒指 在背的后头 它是否有出现 那 常被动的话是有失识论员 呃 所以失识者是出现的 那短被动的呃 呃 呃 那个背后面是空的 所以比如说例句像 呃 五十二句 李四被打了 好 那对于华语短被动的衍生来源呢 最简单的一个假定方式就是 它是跟长被动有关的 也就是说长被动是它的基底形式 然后我们把长被动当中的 诗识论员删掉 那不就是成为短被动吗 那 那在生成语法里面哦 那个空的一个名词组有几种可能 一个就是它是一个代词 就是空代词 那我们这里话是 呃 一般会写作一个 呃 大写的PRO 空代词 那如果它是一个空代词 它是受控制理论来 呃 约束 所以它必须在它的前面找到它的潜行语 它才知道它这个代词指涉的对象是谁 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语音删略 那语音删略这个机制呢 呃 其实很简单 它就意思就是说 你前面已经讲过东西 我们后面不再讲一次 所以呃 汉语里头常常有很多无主句 它其实就是呃 没有足语 就它其实就是语音形式删略 啊 老师最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 诶 你打开教室的门 看到老师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 你会跟你的同学说 来了来了来了 你不必你不必说 他来了 他来了 他来了反而很奇怪 你可能说诶 来了来了 老师来了 对不对 那像这种情况就是来 前面的主语可以省略 可是像英文你绝对不可以说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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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cam cam cam 那就是因为英文是一个 不允许太多空主语的那个语言 好回归到我们的短被动 那短被动 是不是常被动 把失识者论员删略而产生的结果呢 那这个是一个很简单很直观的假设 可是一般我们不这样认为 而且我们有几个论证来证明说 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所以在讲义的 各位可以看到讲义第五页这个地方 那第一个bullet point 短被动能不能分析成长被动 加删除主识者NP的结果 那答案是不行的 我先跟你们说 那不过后面有几个论证 大概有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 那基本上 最简单的论证就是 我们把长被动的聚法行为展示出来 然后呢再跟短被动来做比较 那如果长被动是短被动的集体形式的话 基本上它不可能 预法行为是不同的 好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证据 那第一个呢我们说叫做可及性 可及性 可及性在说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无论把被分析成介细词 或者是它是一个像这个图里头画的这种 主要谓语的动词 不管它分析成什么呢 它其实后面的主识者NP 都是不能省略的 如果它是介细词就更不能省略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汉语本身就不允许 介绍后面的东西被省略 我常常讲一个例子就是 英文跟汉语很不一样的 其中一个地方就是所谓的 我写一下介绍悬挂 它是这样写的 对不起喔 英文叫做preposition stranding 那中文我记得翻译是叫做介绍悬挂 那它的例子是像什么呢 比如说我现在打一个 英文的例子它是有介绍的 它是有介绍的 比如说 比如说 I am 用的teacher好了 好 那以这个句子来说 我们有一个 介绍词在这边对不对 然后后面有一个名词组 那英语是一个允许介绍悬挂的语言 所以呢你可以做变形操作 然后让那个介绍词后面的名词组去做移位 那最简单我们做一个cleft 那你可以看到它冰语可以移到前面 或是做一个cleft的状态 然后后面变成一个e 我们知道表达的空成分是这样子 好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说 the teacher is very proud of his student 你可以做一位变形变成 It is his student that the teacher is very proud of 那你看本来这个冰语的位置 它已经被拿到前面去 做一个强调 分裂句 分裂句准分裂句 就是这种cleft sentence 它的作用是要把强调的名词组移到某一个位置上 然后让它成为一个聚焦的结构 那汉语也是有cleft跟seudo cleft 那我要讲的事情不是说你能不能做cleft的一位变形 而是这个东西介绍后面能不能是空的 好那我现在做一个中文的对应句 比如说张三对老师没有礼貌 很有礼貌好了 好 那我一样对是一个典型的汉语的介细词 那后面有一个对老师有一个名词组 那我把老师把它做一位变形 然后变成张三很有礼貌的人 是老师 我要说的是这个 那我把它做一样是做cleft 对 然后你看这个名词组在这边 它的后面 它是出现在这个介细词后面 对不对 那介细词后面的名词因为一位变形 它就不见了 朋友的事 有没有就是cleft到这边来 老师 理论上逻辑上是可以的 为什么 就是你同样把这个 介绍后面的名词组搬走 然后剩下介绍放在这边 那这个叫介绍悬挂 在英文里头是可以的 可是在汉语你可以发现这个 对只要被悬挂在那里 它都是句子都非常不好 张三对很有礼貌的是老师 你会问我说老师我可以说 对老师很有礼貌的是张三 没错啊 那对老师很有礼貌的老师 还在对后面跟着紧紧的 那现在重点是说 对后面的名词组 它不能是空的 那这个东西我们叫做 这个现象叫做proposition stranding 那以proposition stranding来说 世界上分为两种语言 一种语言就是可以借此悬挂的 一种就是不行 那汉语跟英语显然就是 刚好是两种不同的类别 那所以假设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事实 就是汉语是不允许借此悬挂 那我们就不能说常被动据 它的这个被后头呢 名词组我们把它做移位 或是做删略 然后留下这个被在那边 也就是说这个生成方式 这个derivation 这个弱这个规则 是不是汉语的语法的弱 那你就不能说 A变成B是因为这个弱嘛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长被动跟短被动之间的衍生关系 绝对不可能是 牵涉到有借此的悬挂的关系 所以以可及性来说 短被动跟长被动不可以有延伸关系 第二个是历史的考量 有人去看那个短被动跟历 长被动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点 那你会发现短被动 反而出现的时间是比较早的 在古汉语的时候就出现了 所以以历史的考量来说 也不可能认为 短被动是有长被动延伸而来 那这个论点我不是非常赞成 原因是因为在共识的聚法学里面 其实它是整个是一个系统 我们通常不考量那个历史的维度 因为那会让整个事件变得很复杂 那有一个可能是它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局势 所以历史上何必要衍生的关系 那有一个可能是他们有衍生关系 但是这种衍生关系它是共识的 就是在当代汉语的系统里头存在的 所以是跟历史的 古代的汉语是没有关系的 那不过课本里头还是把它拿过来 当作是一个辅助的证据 然后第三个是 在古汉语里头 其实冰语呢 其实不一定是必须为空的 那也就是说 在古汉语里头 我们看到的这个短被动距 它虽然已经出现了 可是它不必然是我们认为 那个有衍生关系的长短被动 第四个是状语的位置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课本里头的例子 如果你们看到课本的第一百三十页 就可以看到四十五例跟四十六例 四十五例是长被动的句子 四十六例是短被动的句子 那你会发现副词 我们把莫名其妙这个副词 放到长被动里头的时候 它是出现在实事论员 也就是说在背的名字组的后面 那主要动词的前面 对不起 小子居里面动词的前面 骗的前面 那这样子的分布在短被动也是可以的 可是呢 如果是表处所的介细词在学校的话 短被动却是不行 也就是说你可以说 张三被理是在学校骗走了 可是你却不能说张三在学校骗走了 这整个命题是不完整 张三在学校骗走了 就没讲完 所以这个是个并据 那如果长被动跟短被动衍生关系的话 其实不应该有 45B跟46B这样子合法度的差异 因为他们会是同一个句式 那也就是说 副词加在他们哪一个位置 都必须要一样的 第三个是长距离依存的可能性 那上一节课我们曾经讲到那个 常被动据它允许长距离的依存 也就是说那个兵语记走了后面的那个被记的东西 受试者 它可以变成足语 出现在足语的时候 它是离它原来的动词很远的 比如说我们的当时的例子是 那封信被我叫李四寝王武托他妹妹记走了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子句 在那个记的前面 以47B这个为例的话 那像这样子的句子 你会发现 被我这个我 就是被后面的名字组一定要出现 那被后面的名字组出现它是个长被动嘛 可是短被动却不可以这样子做 也就是说长被动可以有长距离依存 短被动却不行 那这表示他们的 一样他们的 他们的behavior 他们的句法行为是不同的 那在小品词的部分也是上次有讲过说 长距离 对不起 长被动里头呢 是可以有锁这个词 不顾且不论它是什么东西 那不过在短被动是不行 那对应句是做最小对比是做在28 29 这两句是长被动 49 50这是短被动 然后是并句 然后呢 最后一个是复述代词 也就是我的讲义 老师讲义里面是用接应代词 比较常看到的那个繁体的文章 其实是使用接应代词 这个名词来说resumptive pronoun 那resumptive pronoun的意思就是说 他在兵语 兵语为空的时候 你把兵语 不一定是兵语啊 也可以是足语 但是总之就是在一个名词组为空的情况下 你把代词跟反生代词或是其他的专用名词 放到这个空位里头 让句子变好 这叫做resumptive pronoun 在英文里头也是 英文的wh movement 一旦一位一走之后 它的trace 就是它的本来的生成位置 如果你把它放一个代词进去 也有可能是修补某些不合法的情况 这个都叫resumptive pronoun 那以汉语来说 我们可以看31句 张三被李四打了他一下 这是长被动的状况 这时候李四是出现在背后面 那上次有讲到 长被动他一定要一下 他没有一下是不行的 但是短被动是完全不合法 你不能说张三被打了他一下 你一定要说张三被李四打了他一下 当这个他出现的时候 短被动是明显的比长被动还不好 那这样子的差异就是刚刚讲过了 状语的位置长距离的被动 还有小品词 或是用课本里面讲的那个叫做什么 就是小品词对 还有接应代词 这四种 这四种分布状况来看 都发现长被动跟短被动 他们聚乏的行为是不大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延伸的关系 那你说老师既然短被动 不是由长被动的延伸而来 那短被动的分析又是什么 这边我有归纳三个blood point 大家可以看到讲义第五页的中间这个地方 短被动的分析是什么呢 那课本里头有指出 短被动应该是类似于英文的所谓的 主动被动 叫做get passive 英文的称呼 那日文也有相对应的称呼 日文也有一种真正的被动跟 看起来很像有萌兽语语 可是是主动的 那因为他是用那个基础词knee 来标记 所以我们日语里头叫做knee passive 英文里头叫get passive 那我看一下有没有例子好了 课本里头 课本里头有没有提到get passive的意思 通常那个get passive跟那个 get passive跟 be passive的差异是做在deliberately 好我们上次的讲义喔 我把它翻回来 好请大家看到现在画面上出现的第八句跟第九句这个差异 那先不要看这个 先不要看这个副词 副词先不看 那不看副词的话 你会发现8a这个句子它用b动词造成一个被动句 对不对 那8b是用get来造一个被动句 好所以你可以说the teacher was hit 或是the teacher got hit 那上面这个就是所谓的be passive 那get passive一般来讲它的主动性比较强 也有人说它不是仅有一味而野生而来的 好那 所以长短被动的差异 对这个课本的作者来说 其实就相当于get passive跟be passive的差异 就是真正的一味被动跟非一味的主动被动 那短被动的话就是比较像是没有 就是没 不像是get passive 比较像是get passive 对不起 不像是用b动词来做的被动 那第二个就是被的状态类似于能愿主动词 能愿的模态主动词 主动词 一般来讲模态主动词分两类 一个是事件性的模态主动词 一个是模态性的主动词 对不起我讲义里头没有写那么多 好那你们可能要注意听一点 那事件性叫比如说epidemic model的话 比如说应该可能 那所谓的能愿模态主动词 就是比如说能 肯 感 通常据法位置比较低的 我们叫deontic 能愿模态主动词 那更低的比如说像轻动词 那背的有点就像这种主动词 或是它甚至是一个轻动词 那它选择了一个力士来担任它的主语 所以大家看52这个图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一样是把被当作是一个主要动词 这个并不违背我们常被动的分析 但是呢这个被在短被动距里头 它后面承接的不是一个ip 如果你去对比那个 如果你去对比常被动的18图的话 那你会发现52的图 它的那个补语这个地方 接的那个聚法成分是小的多 它是一个动词组 好那所以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 它比较像是一个轻动词 或者是一个能愿助动词 然后呢它cselect 它选择了一个力士的角色 当作它的主语 力士在这边 力士就是experiencer 然后再选一个动词组担任它的补语 所以它后面是接一个vp 前面是接一个experiencer 就是力士 这个论员结构的名词组 如果你想要了解那个论员结构 怎么样影响句子的语意跟句法的话 请你请你请你回去看那个 汉语句法学这本的课本 它有一个章节就是专门在讲论员结构 论员结构 论员结构就是指动词投射出来 我们需要几个名词组 在它句子当中才完满这件事情 这个叫做论员结构 好 所以呢 以这个它的主语这个 它的论员结构是 是历史 是经历这个事件的人 那后面是接一个vp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 被所承接的vp呢 如果我们相信这个vp内部 也是一个主语的话 它会是一个大空代词 那大空代词呢 是从名词组移出来的 也是非常短距离的一个移动 我们刚刚讲过了 就是长距离的移动是不大可能的 好 那长被动距离头 我们不认为它有任何的移动 我们用tough construction 那个nop来解释它 那如果这种情况之下 短被动怎么办 好 我们会认为短被动的确是由冰雨呢 移动到vp的左 左边 是这样子的 好 所以对于短被动的分析 完全就是看这个52这个图 52个这个图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嗯 就可以继续往下了 好 所以呢 关于那个 关于短被动的这三点 是这个章解最重要的地方 好 好 那接下来要 课本要讲的是 呃 对于长被动距的其他的一些 附加的一些条件 在观察短被动之后 首先我想看第二个这个bluet point 好 我说所谓短被动 是把被当做类似助动词的成分 后面加一个动词组 当做他的补语 那他的blu呢 是空代号pro 经历过mp 真的mp一位 mp一位 mp一位是个a一位 不是a8一位 那力士呢 就呃 力士主语所控制 他得到指涉 好 那我们回去看长被动是什么 好 上次有讲过啦 但是我这边重复这个结论 长被动呢 是把被当做主要动词 一样是主要动词哦 可是他后面接的是一个小字句的补语 就是ip的大小 他牵涉到一个空运符的一位关系 就是这个op跟他原来的位置 有一个a8movement的一个结构 然后把他type shift 把他转化为一个属性位语 然后来一样来修饰 背加上这个东西 会变成一个predicate 会变成一个位 这还是一个主位结构啊 因为背是主要动词嘛 所以整个位语呢 是修饰长三 那短背动词就是六十这个句子 大家可以再去看清楚 他们两个之间的差异 那这两种被动句呢 有兼有两种特性 一种就是这个孕符算子的一位 operator跟variable之间的关系 还有一个就是predication 也就是说 不管怎么说 短背动跟长背动都还是一个主位结构 我们知道主位结构是汉语里头 几乎所有句子都必要有的结构嘛 不管你是形容词当作位语 名字当作位语 或是动词当作位语 基本上是这样子 好那这一部分的结论 应该就到这边 好各位同学 那我们现在就继续往下讲最后的 背字句最后的两个小的变题 所以4.3我们就开始讲间接的被动 间接被动一样也是跟直接被动一样有两类 直接被动我们说是长短被动 那间接被动就包括inclusive跟exclusive 我们中文翻说包含式的间接被动跟排除式的间接被动 那例子就像63跟66 63跟66 那63我们说它是一个包含式的间接被动 张三被李四打断了一条腿 那排除式的是李四被王五集出一支权雷 或是你加个副词佑 李四又被王五集出一支权雷打 那在我们有这个 对于直接被动跟间接被动的分析的这个模组 这个图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52的图跟前面的14的图回去看 还有这个59跟60这个结构的那个 结构的那个那个表示 示意图 之后其实呢 间接被动只能说是从这个为出发点去做的变体 原因是因为 间接被动里头还是一样是被字所形成的结构 只是说唯一的差距在于说 它后面的动词组 我们知道那个常被动里头 如果有出现名字 背加上后面的名字 我们叫常被动 常被动里头 它是背为主要动词 然后它后面接的是一个IP的结构 也就是假设我们把这个论点放到63来看的话 这样才被李四打断了一条腿 其实李四打断了一条腿 它有可能是本来就是一个IP 可是现在会有那个论子角色的问题 论子角色就是说 这个腿是谁的腿 打的人是谁 那显然就是李四是打了一条腿 那这条腿是张三的腿 也就是说 这边的一条腿 感觉起来好像是在它的左边有一个数格 就是有一个所有格 然后是张三所有的一条腿 所以这整个句子要讲的语义 其实是张三被李四打断了一条张三的腿 对不对 那所以就有人来说 这个其实是不是一条腿 其实这里是一个 有一个空代词 那它的空代词其实是属格 就是零属关系 谁的腿 那它跟这个前面的张三去做coindex 做共指 那你就会得到这样对的语义 就是说张三被李四打断了一条张三的腿 OK 这是我们在看包含式间接被动的情况 那包含式的被动它的特色就是它那个后面IP里头所讲到的命题 必须跟它前面很远很远的地方这个主语张三 是有很紧密的关系 所以呢 有一个假设 就是说有一个proposal 很简单的proposal 就是说那有没有可能 其实这边呢 它就是本来就是张三的出现在这边 张三的 有没有 因为的可以 结构助词可以让我们把一个名词变成属格 变成零属关系 所以张三加上的就变成张三的 它是一个零属的关系 好 那 嗯 属格提升意思就是说 这个主语的张三你看到在这边 其实它本来是空的 它这里才是空的 它这边才是空的 好 其实是从这边呢 把它移到前面去的 有没有 从这个张三者这里移 这个叫做数格提升 嗯 英文我们叫做possessor raising possessor raising在 嗯 那个英语的一些句式里面 也流行了一阵子 他们也很喜欢用那个数格提升来 嗯 possessor raising来衍生句子 那 嗯 当然对这个包含式被动 最简单的一个理解方式就是 诶 这里有一个零属张三的 张三背里是打断了一条张三的腿 然后这个数格移动到主语的位置 所以你看不到它了 好 就变这样子 ok 好 那如果你相信这个假设的话 你是你的你在说 其实在说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有一个看不到的 数格名词主 然后它本来在位语这里 在这个腿前面 那 嗯 它跟那个整个的主语是共识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数格名词主 也有可能是一种NOP移位 你说哎我不是直接把它移过去 不然你会有那个 呃长距离的问题 因为移 移位通常不能移太远 呃 呃会有移位限制 那这边就是说 好那那我假设它有一个NOP 跟刚刚那个 NOP是一样的 跟那个Tough Construction 是一样的 好那只是它这边出现在数格的地方 好 那这样子的分析会有什么问题呢 基本上最少有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就是 呃 这样子的呃 呃移位喔 其实违反了另外一个 生成语法里面很重要的规则 我们叫做左分支古导 好 英文叫做Left Branch Condition 好那这个Condition呢 它是限制了所有格去做大 呃很远的一种提升 那这个最早也是在英文里头去发现 因为英文本来就是一个 一味丰富的语言嘛 好那Left Branch就是左支喔 左分支这个所有格的部分 对英文来说是一个island 是一个孤岛 好 孤岛就是说你不能移 好 那对汉语来说 你可以说 诶老师那可能在我们汉语 就没有左分支的这个孤岛 所以其实包含式的间接被动 是可以做这样子的延伸 好可是还有第二个事实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呃 这里有一个句子喔 它叫做张三被他们看见了爸爸 好 这这是呃 73的句子 好那这边我们跟68来做一个对比 好那所以我们回到 可能这边没有老师的讲义里面没有68 好所以我这边找给你们看 嗯 课本里头68的句子是 张三被土匪打死了爸爸 好张三被土匪打死了爸爸 那一样是土匪打死了张三的爸爸的 意思 对不对 好那跟这个张三被他们看见了爸爸来比较 张三被土匪打死了爸爸 显然就是好很多 张三被他们看见了爸爸就好像不是很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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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那课本是给他两个问号 那我自己的语感是觉得 对啦 的确有这样的差异 好像 呃什么 呃 让你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后果的 那句子都会比较好 好再念一次 张三被他们看见了爸爸 就乖乖的 可是张三被土匪打死了爸爸 诶就好很多 好那像这样子的对立哦 我们并不能用数格分析来解释 因为你数格分析只是说 诶我把这所有格全部都移到这组 就跟这个主语就发生关联 所以你就会得到说被打的被看见的是他的 呃他必须他是他的一个爸爸 呃所以数格分析一般来讲是 在汉语里头是不大可行的 那更不用说汉语本来就不是一个 呃一味丰富的语言 那究竟这个呃 间接被动里头的包含是被动 他的衍生过程是什么呢 我把它整理在这边有五个步骤 第一个 林书者是一个空代号 一样我们把它假设 这里是有一个某某人的爸爸 他还是一个空代号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pro加上他这个爸爸 是词汇动词kill他的兵语 这没问题嘛 这大家都看得懂 然后呢 呃杀某某人的爸爸这个 打死的杀这个爸爸 好这整个是一个复杂的位语 然后呢他带着一个域外论员 域外论员 你们会发现这位是一样 因为你必须要发 你必须要解释到是土匪打死 但是是张三的爸爸 那如果这里是有一个空代词 你当然可以说他跟前面的某个东西共指 可是这共指也有点太远 所以打死了 假设他是一个V 形成一个VP的话 那他可以生成 可以当这个NP的后面的补语 这个IP的后面里头的补语 土匪后面的补语 然后呢整个句的主要动词还是贝 对吧 这跟我们前面讲的两个句是完全一样 就是贝是一个这个句构里面的主要动词 所以呢 整个这样子的结构呢 就会衍生出张三是一个域外论 还是一样是主位结构里面的主语 那位语主要位语是贝 那贝后面一样跟长被动一模一样 就是接了一个IP 也跟长被动一模一样 为什么因为长被动IP左侧一定要有一个NOP嘛 那我们还是画一个NOP 那一样是跟动词左缘 这个人共这个有一个OP 这个NOP结构产生 那一样这边还是后面有一个补语 OK 所以我们是根基于刚刚的52图的短被动跟14 对不起是第几号 长被动 长被动 长被动据是18号跟21号 对不起是21号 18号跟21号的图 你回去看课本18号图跟21号的图的长被动的分析 还有52号的短被动的分析 我们画出了74的这个图 那这个图有什么好处 这个图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就是那个属格的问题解决了 因为属格的话 我们不假定他是一位的话 那就不会有孤岛下去的问题 而且呢 那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看见了爸爸 就是长三辈他们看见爸爸不行 长三辈土匪打死爸爸却可以 那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个动词 它本来的那个复杂位语里头最底部的这个动词 它的论文 它选择的语义就是不同的嘛 好 第一个是属格提升的问题得到解决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一些支持这种很复杂的 位语结构的一些证据 那课本里头有提到三个 我稍微把它讲一下 如果这边听不大 听不大可以理解的同学 并不用太紧张 我们就先暂时就是忽伦吞早 先把它先去把它记下来 那以后各位同学在那个 看其他的结构或者是 我们学到了更多的那个聚法操作的时候 包括仪卫啊 包括包括那个NOP 在看的更多的时候就会更清楚 这边老师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因为我们求学 我们就是读书的过程都历经很多年 那老师在硕士班的时候 比如说读这个同样的东西读 然后那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好像都懂了 好像好像或是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 可是过了三年五年之后 为了博士班要去准备资格考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再重读这个 以前硕士班读过的经典课本 然后会发现哇 原来那时候老师说的什么东西是什么 原来是那么一回事 可是我没有经过那两三年的历练 其实不会永远不会理解那时候读的书 所以有时候书要读到第二次或第三次的时候 才会发现说啊原来是那么一回事 那所以大家也不用急 好所以现在讲複杂位语 这次複杂位语有三个证据 一个就是一位限制 那一位限制大家都知道 你们如果上网去查WHMovement 或Movement Constraint 英文我把它打在这里好了 Movement Constraint 会找到很多很多的资料 那基本上就是 一位的把东西移到你句子本来不存在的那个 本来不是在的那个地方 本来就有句移的限制 这是跟人的认知有关系 你把句子做了一些变动之后 不管你是删除它 移位它 那你都不能够太大动作的改 改掉原来的结构 移位也不能移太远 不然你的那个Parsing 你在那个运作句子的时候 脑子本来就是不能work 第一个就是有位限制会得到解释 因为位语不会有一位的问题 这个是跟刚刚常被动的说法是一样 第二个就是自然跟非自然 极物复杂位语的一个对立 这边在讲的什么natural and natural 其实它是在讲说 一个极物的 一个transitive complex predicate 一个复杂的位语 它有自然的跟非自然的 那以刚刚的例子来说 为什么有些句子 比如说看见就是会句子不好 打扯 这跟动词本身的语当然有一点关系 那其实比较重要的是 就是自然跟非自然位语的对立 然后第三个支持复杂位语的证据 其实是来自语言外的 那这边讲到的是这个 Hirodo Hoshi 它讲的这个quantifier floating 这边讲讲 quantifier floating 不好意思这讲义我用中文写的 所以很多那个原文的一些词汇就没有 好这边补在这里 日文的量化词移动的一个分布 所以复杂位语不是指单纯存在汉语里头 那很多很多语言都有 位语可以让我们拿来做什么 那以这个间接被动里头的包含式被动 就是其中一个应用的地方 好看一下这边 好这个就是81就是日语的例子 好你们可以自己去 如果你懂的日语的话可以去理解 那那个量词浮动 汉语是没有量词浮动的 就是说汉语的量词的ambiguity很少 好那英文是有 英文英文是有两个对立 好那这个是日文的日文的例子 好课本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好嗯 这现在你们只要大概知道这里就是了 好另外就是有些语言有外显的外宾语 像我们这里不是把它画成外宾语吗 有没有动视组里头有一个内宾语 然后呢IP的左元又一个 然后呢这个最大的句子 是层次主位结构的最左边这个 主语位置IP左元又有一个 这是在讲这个外宾语到底有几个 那这么多的这个 这么多的外宾每一个的论员 都必须跟他的动词的论 论子角色去做搭配得到适合的语意 好这个是关于张三被土匪打死了爸爸 这个句式的分析 好这个是包含这个句式解决了 最后一个 排除式的间接被动 其实排除式 说复杂很复杂 说简单很简单 我们现在已经画成了一个 简单的间接被动 就是这个包含式的嘛 对不对 我们只要把74的图 把它再多新增一些东西 就可以画出66 就是李四又被王五集出一支全雷达这个句子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王五集出一支全雷达 这显然是一个IP 这是一个小句子的嘛 对不对 有主要的动词 然后呢 有一个B语 对不对 那这是一个动捕形式的复合动词 然后一个一样有aspect marker 王五集出一支全雷达 那我们刚刚讲这个背呢 可以是主要这个大句子里头的主要动词 然后它一样最左边这里的主语 又有一个里四嘛 它又有一个主语 那以这样子的句式来说 文献当中最标准的解法 就是在外层的外层 再加一个 刚刚我们讲的 呃 外显的外兵语 所以这是 可以做的 比如说你看 像刚刚这个 集出了一支全雷达 那老师刚刚画的也是一个IP 王五集出了一支全雷达 对不对 那 嗯 这边一样 动词组左侧有一个 域内 就是VP internal的subject VP内部的主语 那它可以是空的 那IP的左缘 一样是放这个 呃 集出全雷达的主试者 然后呢 背一样主要的动词 一样它后面接个IP 可是呢 它又是主位结构里面 可以修饰一个位 对吧 好 所以再念一下 文献当中的标准解法呢 它是去假设一个蒙兽的兽词 像经验句一样 差别就在于经验句是中性的力士 那但是背字句里头呢 就有比较强兽的蒙兽语 然后这个背呢 就会有蒙兽者的一个论子角色产生 好 那课本里面呢 把这个名词组叫做外层的兵语 然后这个叫最外层的兵语 好 那最外层的兵语 这个也是叫最外层的兵语 对不起这个叫做内层 这个叫外层 这个叫最外层兵语 总共有三层 好 好 那以这本书这样子来分析 这四种这个背字句结构 背字结构来说有一些证据啦 好 因为背字句它如果是蒙兽句的话 影响兵语 或者是最外层兵语 那最外层兵语 呃 是动词组的兵语 它的主语其实提升到IP层次 这个是在讲这个图喔 不好意思 我把它跳掉了 好 所以这个图来说 呃 这个李氏是有蒙兽者的语意 可是他同时呢 是受到王武集出一支全雷达 这个胃语的修饰 好 那集出全雷达的人 他是这个 对不起 是这个集出全雷达的 那这个名字组 他是跟哪一个共识 是跟这个VP左侧IP的外层兵语来共识 OK 好 那最外侧的兵语 他也是经过某种NOP移动啦 就在这里跟注意 好 好 那 呃 这样说到这里 我们就已经把四个句式都已经讲完了喔 好 那 课本还有举出四个 额外的证据 第一个我把 我就把这四个直接念一念 母语对于主动的对比的语感 其实是蛮明显的 第二个是显性的最外层兵语 它其实是存在于台语 英语跟法语甚至很多语言的 然后所以 以那个 呃 增加这个分析到汉语里头来 其实是不增加任何 那个理论内部的负担 第三个是解释adversitive 就是受害的语意喔 那原因是因为它跟原型兵语是有关 所以那种不如意的感觉 你会发现那个 表示不如意的动词 它通常都可以用在被动 呃 就是蒙受语意的被动句里头 然后最后一个呢 我们这样画喔 可以有一个好处是 这四种被动句其实都是 基于同样的处理方式 它都是一种非语味的主位结构 而且呢被字呢都是可以有统一的分析 就是被字种这个 所有大句子里头主位结构里面主要位语 然后呢它都有一个补语 只是说长被动的补语 短被动的补语是不一样 然后蒙受语的被动 它可能有意外的论源多一两个 好总结 所以呢总结有四点 第一个所有的被动句衍生方法 只有两种就是补语 然后跟孕符串子嘛 对不对 用到的方式都一样 第二个 汉语的直接被动和间接被动的不同呢 就在于哪一个冰语被字化在哪一个位置 好所以这四种喔 它同样的那个被字都是主要位语 好 那有什么语意derive出来 通常就是内冰语外冰语 最外层冰语它们之间的 呃跟动词之间的搭配 第三个 内冰语可以做所有的衍生 被字句主题化关系化 那外冰语呢只能做被动 却无法做主题化关系化 这是额外的一些属性 好 最后华语的被动字 被动句 在某些性质上是一种A bar 但有些是A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 以这个来说 好它就是一个A的关系 好那以这个来说 它就是一个A bar 那以长被动 学律先看这个 这个长被动来说是A bar的关系 好NOP的同时A bar 那短被动的话是A 短被动图在这里 它是一个A 就是A就是说论源位置到论源位置 好 结论就是这四种了 好以上就是我们对课本第四章 被动句四种句式的说明 好